歡迎收看品牌543 我是Hman 最近AI話題非常火熱 旁TradeGPT後微軟、Google、Amazon、Meta等科技巨頭 相對應的推出了他們的AI軟體與服務 而這些科技巨頭背後都有一個重要的推手 那就是NVIDIA 根據研究指出 OpenAI必須要向NVIDIA買超過1萬顆以上的GPU 才可以提供TradeGPT的運作 所以NVIDIA到底憑什麼? 為什麼所有的科技巨頭都要使用NVIDIA的產品呢? 而各位如果有在玩遊戲 一定有買過他們家的顯卡 基本上NVIDIA在遊戲領域已經算是霸主的地位了 那麼一間遊戲領域的霸主 又怎麼會跟AI軍火商掛上邊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的講一講NVIDIA這間公司 2023年5月24號公佈財報後 NVIDIA的股價一路飆升到400多元的漲幅 市值破照 且成為全球第六大的企業 如果在前幾年我有買NVIDIA的股票 我想我現在應該已經財富自由了 可惜我沒有啊 殘年 而NVIDIA這間公司是1993年2月17日創立 這一天剛好是黃仁勳的生日 當時他和另外兩位創辦人馬拉喬夫斯基以及普里姆 合資成立這間公司 由王仁勳擔任CEO 王仁勳以下我都簡稱他為老黃 那他們主要是開發3D圖形晶片的豬石屋公司 他們創立這間公司的初衷是讓3D繪圖平民化 藉以找到一個全新的產業電腦遊戲 要知道 當時的電腦不是拿來玩遊戲 而是拿來計算 如果你要玩遊戲 你必須要去外面的街機遊戲 也就是投一枚銅板10塊錢 你可能就可以打一場快打旋風 或者是你要去買遊戲主機 像SEGA和任天堂 那時候他們都有推出他們的這個遊戲主機 或者是掌上型遊戲 像Gameboy的遊戲主機 除此之外 他們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 就是可以利用3D繪圖來模擬真實世界的物理法則 像是火山爆發、龍捲風等等的 如果他們成功的推出這樣的技術 相信對社會一定是非常有貢獻的 於是他們就創立了這間公司 NVIDIA 也許失敗為每間公司的必經之路 NVIDIA也不例外 在創業初期 NVIDIA是一間新創公司 所以其實他也是法人問津 沒有人理他 他就是一個Nobody 那每天呢 老黃他就是坐在辦公室一整天 不知道要做什麼 直到西元1995年 Sega呢 找NVIDIA合作開發一個 圖形晶片 也就是NVIDIA的第一款產品 NV1圖形處理器 當時NVIDIA拿到這個大單 當然是非常開心 希望可以用它最新的技術 來成功的打造 第一款NVIDIA的產品 但是在開發一年之後 他們意識到他們的晶片架構 是錯誤的策略 最主要的原因是與當時微軟所開發的Windows不相容 於是 老黃他只能夠硬著頭皮 打電話給Sega的CEO 並向他們解釋說 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 Sega呢 應該要再找一個新的夥伴 但是呢 他還是希望Sega可以把錢付給他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NVIDIA將會破產 當時老黃他覺得非常的尷尬 但是他也必須要向Sega提出這個請求 而SegaCEO最後也同意了 把這筆錢給NVIDIA NVIDIA呢 也因此 他得到了這個大貴人的幫助 拿到了 這筆資金 可以讓NVIDIA再多活6個月 雖然NVIDIA拿到了這筆資金 但因為NV1、NV2的產品都失敗了 所以他們的資金也快燒完了 只能讓公司 多存活9個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他們也沒有任何時間 開發新的產品 那怎麼辦呢 老黃那時候就想 當時微軟他開發的作業系統 Windows95 並且他制定的圖形專用的API Direct3D的標準 於是老黃決定賭一把 抱緊微軟的大腿 但是呢 他又遇到了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 正常的 晶片開發流程 整整需要兩年的時間 首先呢 開發一個3D繪圖晶片 需要先把晶片製造出來 才能寫軟體 單軟體寫好後 並且可以在晶片上跑起來 如果發現晶片有BUG 就需要修改晶片 再拿回去生產 接著再拿回來寫軟體 所以整個開發的時間 非常耗時間 整整需要兩年 但是 公司那個時候 只有9個月的壽命可以活 那怎麼辦 老黃那時候就在想 如果我去買一台機器 在量產前就可以開始寫軟體 並且對晶片做模擬 應該還有希望 一次的taple就成功 於是老黃又再做了一個賭注 那就是他去跟一家快倒閉的公司 買了這台機器 叫iCoast Emulator 主要是可以模擬晶片的運作 達到老黃所說的 縮短開發時間 這裡講一個題外話 事實上現在的晶片開發流程的標準 都是需要這些 Simulator、Emulator 或者是FPGA 來縮短整體的開發時間 但是當時的時空背景下 並沒有那麼盛行 這台機器也花了公司 3個月的壽命 公司只剩下6個月的壽命 當時老黃就跟員工說 我們必須在這個Emulator上 做所有的測試 不管是什麼測試 Windows的相容性測試 也好 等等之類的 要確保一次都是過關 我們才會生產 最後呢 做完所有的測試了之後 他們認為是完美的 可以準備生產 不過這個時候 他們的錢 也燒光了 所以 也沒有錢 也不會有人 幫他們生產晶片 那怎麼辦呢 軟好玩心裡就在想 好吧 那我只能這樣做了 不要告訴他們 最後在西元1997年 Niver 128產品問世 是一款整合2D和3D的圖形 同時對DirectX和OpenGL 相容性非常好的晶片 產品退出就震驚市場 並在4個月內賣了超過100萬套 這項產品也拯救了NVIDIA公司 讓他們不會倒閉 西元1999年 這一年對NVIDIA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公司上市以外 老黃還重新的定義 繪圖晶片的名詞 也就是GPU 我想很多人還是不知道 CPU跟GPU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這裡都要簡單的舉一個例子好了 CPU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 餐廳的主廚 它從前菜 湯品 主菜 甜品 樣樣精通 而GPU呢 它就是一個 餐廳 餐廳裡面的 廚師菜雞 沒錯就是廚師菜雞 那這個廚師菜雞呢 它一次可能只會做一樣 菜品 可能是前菜 可能是湯品 對 但 GPU呢 也就是這個廚師菜雞呢 他們呢 一次有好幾個 因為畢竟一間餐廳 通常只會有一個主廚嘛 然後有可能有10個 這個廚師菜雞 OK 所以當今天如果要同時出一個10道的前菜 那 這個主廚是不是一次只能做一道 對 但是廚師菜雞有10位 所以它一次可以做出10道 好 那這就是CPU跟GPU的不同 CPU呢 擅長處理 複雜的事情 而GPU擅長處理 簡單的事情 但是呢 它又有平行化的功能 也就是它一次可以做出 很多不同的菜品 一樣的菜品 而GFORCE 256呢 就是第一款被稱為 GPU的產品 而後 GFORCE系列呢 也是 NVIDIA最重要的產品 讓它直接晉升為 遊戲的霸主 而除了遊戲霸主以外 老黃其實還想要跨足其他的領域 那當時呢 行動市場領域是非常的火紅 所以老黃也想進軍這個領域 在2010年 Google呢 他想要讓他的 Android系統 成為一個 具有出色圖形的 這個作業系統 因此呢 他就要有一個 對於圖形儲影能力 非常 厲害的 這個 硬體 那Google呢 當時第一個想到的 當然就是 NVIDIA了 那NVIDIA呢 機會就來了 老黃也覺得 他也想要跨足 這個手機市場的領域 於是呢 他們就推出了Tegra這項 行動處理器的產品 CPU主要是使用 ARM的CPU 以及他們 GFORCE的 GPU的架構 本以為 會成功 不過最後還是失敗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當時手機最重要的就是 通訊晶片 也就是打電話嘛 那當時呢 這些通訊相關的技術呢 都握在 高通或聯發科這些 專門開發手機的 公司上 特別是高通握有 非常多的通訊專利 而NVIDIA 完全沒有任何的通訊背景 再加上 那個聯發科 他又打 低價策略 導致呢 他通訊技術 贏不贏高通 價格呢 又打輸 聯發科 最後呢 老黃決定 退出這個市場 有一句話說 有捨才有得 雖然他放棄了這個 行動市場的領域 不過呢 他把這個 Tegra產品呢 再重新定義 並且用於他 之後其他的產品 像現在 Tegra 很多的產品 都有使用 像 NVIDIA推出的 車用 電子 的部分 又或者是 現在 人手都有一台的 任天堂的 Switch 也都是使用 Tegra的產品 所以有時候我就在想 你如果 適時的捨棄你不擅長的事情 而專注於你擅長的事情 也許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最後我們就來講講 NVIDIA他是如何成為 AI軍火商 時間呢 先回到2006年 當時其實老黃就在想 GPU他還可以 做什麼事情 除了做遊戲以外 他應該還有其他的用途 而當時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 他發現GPU有另一個用途 那就是可以加快數學運算 這是一般晶片無法做到的 同年呢 老黃呢 他就做出了一個 會影響公司 17年的 重要決定 也就是他投入了很多的資源 來建立一個 GPU可以編成的工具 也就是 CUDA 那到底什麼叫CUDA呢 這是一套 NVIDIA提供給開發者的編譯工具 讓開發者能運用CUDA 直接可程式網 GPU省下大量撰寫 低階語法的時間 各位如果有在科技業打滾的話 一定知道說 如果我要寫大量的這個 低階語法的時間 應該是會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既不好讀 又難撰寫 那如果可以直接使用高階的語法 像C++ Java或Python 來編寫的話 那對整個城市開發 是會非常的輕鬆容易 因為我可以只專注在 演算法的開發上 而且我又可以使用 GPU的優點 就是平行運算 來解決複雜的問題 以現在來看 老黃真的對這個社會 非常的有貢獻 特別是科學領域 但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 不管是投資人 客戶 公司員工等 可能會覺得 老黃沒事找事做 這套Kuda真的是很花成本的 要怎麼說呢 主要是你要把每一個產品都導入Kuda 你的成本會提升一倍 而除了你提升一倍以外呢 你客戶又看不到價值 所以你又不能夠提升售價 所以可相而知呢 整個IVIDIA的財報 是非常的難看的 所以有一陣子 投資人實在是不太看好 IVIDIA的這間公司 但雖然大家都不看好 老黃能耐能堅持這個信念 繼續推廣Kuda的好處 舉例來說 像你們現在每年看的 GTC的會議就是一個例子 他們透過GTC的會議 來推廣Kuda的好處 那好不容易 他這樣一直推廣今年哪一月 最後Kuda的應用也慢慢的多了 像是在科學領域的部分 譬如說 流體力學 圖像處理 等等都出現了 而時間到了2012年 有一位深度學習的研究人員 Alex 他跟他的團隊呢 使用了Kuda的技術 跟NVIDIA的GPU 在ImageNet的圖像識別大賽中 取得第一名 各位一定納悶 ImageNet拿到第一名又怎麼樣呢 簡單來講 ImageNet呢 會給你一組 大概是1000多萬張的圖片 裡面呢 有貓有狗 有汽車 有房子 而開發者呢 就是參賽者 你要可以 開發出一套演算法 來識別 這些圖片的內容 如果這些 內容的辨識度 都是100%正確的話 那你就會是 這個ImageNet大賽的 第一名 而當時呢 Alex 他就是使用 這個深度學習 並且搭配 NVIDIA的GPU 來拿到這個競賽的第一名 各位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這個深度學習跟AI又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AI的整體的基礎都跟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非常的有關聯 主要是AI也要學習事情嘛 比如說像現在的Track GPT 你必須要給他大量的文本 而他要必須去 去做 這個 學習 他要怎麼 去讀這些文本 並且給予正確的回復 那這種就是一種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的一種 所以其實 不管是 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 其實都是AI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老虹也意識到了 深度學習 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於是他又將公司的所有的資源 都轉向了這個深度學習的領域 也就是將他的所有產品都導入 深度學習相關的應用 那一場AI革命就正式展開了 而Invidia呢 因為有先行者的優勢 那導致了他成為現在的AI軍火商 而說到這裡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 為什麼他可以成為AI軍火商了 除了GPU以外 還有重要的是 老黃的堅持 酷打 如果今天酷打 老黃沒有堅持下去 他應該也不知道 GPU原來可以用在深度學習的領域 讓Invidia成為了全球AI開發者的引擎 AI軍火商 我的部落格也有一些 Invidia的相關資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我的部落格 我會把部落格的網址放在資訊欄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